大家好,我是Zan 1968年,在日本东京都的府中市发生一起现金抢劫案 日本新托银行国分寺之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抢走了3亿日元的现金 抢劫过程非常短暂 但警方事后越调查越发现 案件背后的罪犯布局精密 堪称一次完美的犯罪 除去货币贬值的因素 这起事件也是日本迄今为止背道金额最大的案件 这笔贝杰的巨款是东芝集团 当时叫做东京芝朴电器的府中工厂 准备给4523名工人的年终奖金 根据1968年日本的物价水平 以及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 当时的3亿日元相当于2020年的25亿日元 对这2020年7月的汇率 1美元可以兑换到106日元 25亿日元相当于2300多万美元 可见1968年的3亿日元金额是多么巨大 这么大的金额 为什么日本人喜欢使用现金方式发放呢 当时日本银行并非没有转账等支付系统 而是日本社会形成了丈夫在外工作 妻子在家当家庭主妇的传统 日本男人回到家喜欢把现金展示给自己的妻子 一大碟钞票甩在桌子上 显得男人更有地位 而用银行卡转账 妻子只看到一个数字 日本男人认为这显示不出男人的地位 1968年12月6日 日本新托银行国分寺支行的行长收到了一封恐吓信 罪犯在这封信中威胁 银行必须派一名女性职员在第二天的下午5点前 将300万日元送到指定地点 否则就炸掉这个行长的家 收到恐吓信的行长马上报了警 按照罪犯指定的时间和地点 警方派出了50多个警察守在附近 可是这一天 罪犯并没有露面 这次恐吓也被当作一场恶作剧而不了了之 接下来的几天 因为收到恐吓信 新托银行国分寺支行的员工都提高了警惕 就在恐吓信事件发生的四天后 12月10日早上9点半左右 新托银行国分寺支行派出一辆日产Sidric运钞车 前往府中工厂 运钞车上装的就是前面提到的 东芝四千多名工人的三亿日元现金奖金 他们被分别装在三个保险箱中 当运钞车开到府中市 荣丁学院陆附近时 一个骑着摩托车的警察 突然出现将运钞车拦下 并对运钞车司机说 我们刚接到通知 你们银行潮押分行行长的家被人放了炸弹 你们这辆车也有可能出现了问题 我需要检查一下 运钞车上的人都知道四天前的恐吓性事件 于是对这名警察说的情况深信不疑 当运钞车上的人全部下车之后 这名警察就装模作样地钻入运钞车底下去检查 然后趁大家不在意的时候 在运钞车底下引燃了一个烟幕弹 然后大叫道 要爆炸了快逃啊 运钞车上的人看到车子冒起烟雾 以为真的要爆炸了 纷纷撕散躲了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这名假冒的警察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开走了运钞车 当时运钞车职员还纷纷在心里赞叹 这名警察的勇敢和果断 认为警察开走将要爆炸的运钞车 是为了保护他们不受伤 运钞车离开一段时间以后 运钞车职员发现留在现场的警用摩托车 有点不对劲 当时日本的警用摩托车都是本田生产的 而留在现场的摩托车是蓝色亚马哈运动型摩托车 这个时候 运钞车上的职员才发现自己上当受骗 可是这个警察和运钞车 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9点50分 整个东京除伊豆小丽园群岛以外 全部进入紧急状态 日本警方决定全程搜捕罪犯 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还信心满满 认为罪犯一定逃不掉 但是 在全程搜捕的过程中 日本警方却忘记了一个关键的事情 那就是罪犯不可能始终驾驶的运钞车 果然 罪犯在中途换了车 在一个橡树林中 把运钞车上的保险箱全部搬进了一辆深蓝色卡罗拉上 然后驾驶着深蓝色卡罗拉逃跑了 也许这辆深蓝色的车子就是在日本警察的眼皮底下溜走的 事后 警方分别在国分寺室 西元町的橡树林中找到被遗弃的运钞车 小警警示的一个停车场内 找到深蓝色卡罗拉 和车内的空保险箱 在搜捕没有进展的情况下 日本警方又将破完的方向指向当时的案发现场 开始的时候警方信心满满 因为罪犯在现场遗留下了大量的作案工具 有120多件物品 警方相信 这些物品一定可以给他们提供破完的线索 但是 随着调查的深入 发现这些物品都是罪犯到来的物品 或者是市场上有大量生产和贩卖的物品 根本无法追踪来源 经过长时间的调查和分析 这些东西对破完并没有实质性的帮助 亚马哈运动型35021 这辆摩托车于案发前一个月被暴失 当时警用摩托车都是本田生产 不存在亚马哈的警用摩托车 车身原本是蓝色 只是被罪犯用油漆涂上了警用摩托车的颜色 在现场发现的一顶被认为是罪犯的鸭舌帽 本来根据分析帽子上的汉液可以查明罪犯的血型 可是由于开始取证时警方过于乐观 警员真相戴着帽子开玩笑取乐 造成无法提取物证 烟雾弹是横冰市的日本Karlit宝土谷工厂 制造的High Flyer 5 在加油站就可以买到 案件发生为止 工卖出过4190个 在摩托车上挂了一个扩音喇叭 来冒充警察用的扩音机 冰库县的东亚特殊电机制造 根据编号查明同批产品共5个 其中4个下落确定 最后一个在东山村市的施工现场被盗 扩音喇叭上涂了两层白漆 在漆白漆的时候 罪犯可能不小心把一张4毫米大小的报纸碎片也给涂上了 经过警方漫长的调查之后发现 这张4毫米大小的报纸碎片来自于1968年12月6日 产经新闻 主副专栏中食品信息的品字的右下方一部分 当时这份报纸一共有13485名订阅人 警方花了两年的时间 找到了这份报纸特定的发送地点 然而 随着时间的过去 当时的订阅记录已经被人为销毁了 罪犯寄恐吓性的时候 为了不让警察从字迹墨水上找到破案的线索 故意买了两本内容完全不同的杂志 用来拼凑恐吓性的内容 并且这份杂志后来还被用来包裹烟雾弹 经过警方的调查 发现两本杂志是电波科学和近代硬化 电波科学是电视机电器装配方面的杂志 而近代硬化则是文艺杂志 罪犯为了不识警察在这两份杂志上找到线索 故意买了两本内容完全不同的杂志 在警方的调查过程中 曾经有11万人被列入犯罪嫌疑人的名单之中 其中有几名重点怀疑对象 立川祖在当时的日本立川市很有名气 他是一个盗窃车辆的少年团伙 当时立川祖的小头目少年S只有19岁 他被列为重点怀疑对象 是因为现场发现的伪装摩托车上的痕迹 和他偷车的方法产生的痕迹非常吻合 而且他的父亲正是日本摩托骑警 因此对于警用摩托非常熟悉 同时 少年S在案发之前曾经向别人提起过 要抢劫银行的运钞车 案发后 警察曾经到少年S家里专门调查过他 可是他在案发五天后浮毒自杀了 没有人知道他浮毒的原因 警方让押送钞票的银行职员来对少年S进行辨认 他们表示少年S很像犯罪嫌疑人 警方后来还以少年S的容貌 做了犯罪嫌疑人的模拟相 可是尽管少年S疑点重重 但是也有很多与证据不符的地方 比如血型不符 警察通过恐吓性邮票处的唾液分析出 犯罪嫌疑人的血型为B型 而少年S为A型 同性恋者K是少年S的朋友 他不是力传组的成员 对他的怀疑是因为他一直在说假话 他告诉警方 自己和少年S是在案发的20天前认识的 但是警方在他家里发现了夏季时候 K和少年S的合影 同时 在案发的一年之后 K曾移居国外 回来之后却变得十分富裕 在日本买了树栋别墅 警方后来专门去了国外 对K的资产和背景进行了调查 发现K的发迹 是因为在国外找到了有钱的靠山 因为再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K的犯罪嫌疑 所以他最终也被排除嫌疑 府中市的司机Y 当时25岁 由于职业的关系 他对周围的地形很熟悉 之所以怀疑他 是因为他写给朋友的信 和当时发给银行经理的那封恐吓信 口吻很相似 同时 这位司机的血腥为B型 容貌和母女图像有几分相似 由于警方在接受新闻记者的采访时 不慎将怀疑Y的想法透露给了媒体记者 第二天 各家媒体争相将Y是犯罪嫌疑人的事实 报道出来 警方的怀疑和媒体的报道 对Y的生活造成很大困扰 Y不仅因此失去了工作 而且还因为受到歧视 而需要不断调换工作 最终 在2008年的时候 因为受不了这种压力 Y选择自杀 成为三亿日元抢劫事件中 唯一的受害者 日本警方动员了大量的警力 花费九亿日元 用了七年的时间 更有多达十七万的警察协助调查 在当时的犯罪现场周围 警察甚至实施了逐家逐户的家访 可惜依旧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抢劫三亿日元的这枚男子 至今仍逍遥法外 日本的刑事诉讼时效年限是七年 民事诉讼时效年限是二十年 现在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 如果犯人当年是二十多岁的话 现在也已经成为七十多岁的老人了 最后 针对信托银行的损失 日本的保险公司对其进行了理赔 为了不失自己的信誉 信托银行在案发后的第二天 照例给府中工厂的工人送来年终奖金 没有让辛苦工作的工人 在这起抢劫世界中成为受害者 同时 通过这起抢劫事件 日本企业的高层意识到 使用现金发放工资和奖金是非常危险的 自此之后 他们统统采用了银行划账的方式